大家好,今集就來開箱剛剛推出的 SHF 蒙面超人Gizu 這個新拉打蒙面超人Gizu老實說我一集都沒有看過 不過聽朋友說劇情好像不錯,有時間真的要追回來看 今次的 SHF Gizu 災情好像頗嚴重 網上都已經看到不少師兄分享重設或QC問題的情況 到底是否真的這麼嚴重?現在立即開箱看看 一開箱就掉了手型 今次裡面竟然有說明書 說明書雖然很細章,但寫的內容挺多 可以除的地方和要留意的地方都不少 裡面除了公仔本體外,還有一把麥格倫槍和六隻手型 配件不算多,我們先來看看公仔可動 頭那裡抬頭的幅度挺大,低頭也有不錯的幅度 360度轉頭也沒問題 面罩可以除下來,但除的時候要小心眼罩的小配件和尖角 之後出其他裝甲的SHF 就可以這樣來替換 空甲就正正常常 肩膀肩是可以向外拉出來的 手臂的關節亦可以這樣推出來 平舉到水平線都沒問題 肩膀肩的關節可以360度轉 不過今次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手的上臂部分 上臂的設計就是橢圓形 在上臂轉的時候就會受到上臂的黑帶擋住 搞到可以轉的幅度也有限 網上都有師兄分享,如果硬去扭的話 就會搞到這條黑帶斷 所以這一點玩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小心 手掌屈的幅度大約是90度多一點 不算是很大的 手型轉動都沒什麼大問題 手盤上這一小節都可以拉出來 看你自己想怎樣玩吧 背面領帶這裏就因為裏面沒有鐵絲的緣故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固定方向 有點可惜 背面這個蓋位都是可以拉出來的 上面白色的環和領帶說明書都寫可以脫掉 但現在就不浪費時間拉出來 之後就到腰帶部分 腰帶可以360度轉動 還原劇裏面腰帶的設計 腰帶上的扣帶都可以很輕鬆地拔掉 不過這些地板精靈 玩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弄不見 順帶一提 公仔上半身是可以直接拔掉 和其他機絕系列的SHF 重組 不過現在還未有第二款SHF 沒辦法示範給大家看 接著就到下半身部分 大腰帶的關節都可以拔出來增加活動範圍 兩隻腳可以抹大到一字馬的程度 轉的時候雖然有護甲頂住 做不到360度扭 但正常幅度的扭動和轉動都沒有問題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足夠你玩的 膝蓋屈曲的幅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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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腿上的消音器也是可以隨意地轉動的 轉動的幅度也比我想像中大 轉動的幅度也比我想像中大 腳腕左右扭的幅度也有限 做不到360度轉動 向上向下的幅度也有限 腳前象都有關節可以上屈 娃娃的可動方面大致上就是這樣 配件方面我們就來看看這把密格輪槍 紋理也算是有少少 但上色偏膠感重些 勉強都算是合格的 但精子真的清不上 調轉另一邊槍身 這裡有個凸凸的位置出來 就可以扣到娃娃的腰部 至於上色方面 我這隻沒有中什麼大象 但在一些細節的地方 都見到有少少問題 例如膝蓋對上 紅色的紋理 可以見到在邊位的上色 就不太整齊 比較亂 這隻娃娃身上的護甲 水口位真的做得一般 你看到全部都凸凸出來 果然以Bandai的死人過程 200多元的貨幅 真的不會太用心去做 雖然娃娃的上色和可動 真的有些可以挑剔的地方 不過200多元的貨幅 以整體的質素來說 都可以說是合格 這個價位真的不能抱歉什麼 只不過娃娃的問題 無論如何都要拿出來和大家說一說 200多元港幣 如果每個CP值都算不錯 喜歡記住或拉打系列的粉絲 就不要錯過 希望之後這個系列的SHF 都可以做得更好 拿回另和系列的其餘 三位拉打的SHF 對比之下 01就明顯矮了一節 唉 這些有什麼比例問題 真麻煩 死人Bandai出SHF之前 又不弄清楚比例問題 弄到現在放在一起 真是尷尬 不過我個人覺得01 反而是四隻SHF裏面做得最好 不知道大家有喜歡 另和裏面哪一位主騎拉打的SHF?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此為止 有什麼問題或心得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次開箱 一件很關心的内容 我們下條片 Challenged 明天 在賴割 不散 這邊 有幾個小時 哪底 大捷露 臨